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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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思考过 城市的边缘在哪里 我们夜以即日地生活的地方 处于世界的哪个位度 宇宙的边界 又在哪里 城市的中午是白色的 云是白色的 建筑是白色的 连粉色都近乎于白色 日光之下 每一个情绪都被这座城市 所听见 看见 肥胖 欣喜 躁欲 得意 空虚 贪婪 执念 不切实际 他们在每一个角落斜角 有时候转瞬即逝 有时候又有点顽固 短篮A梦和歇性文字 交响乐和每一个文 形形色色的东西 在白色的城市背景中变得清晰 在这个空间里 每一个选择都让我们成为了自己 城市的夜晚是红色的 夕阳让天变红了 广告牌让路变红了 迷空灯让空气变红了 城市的边缘在红色中变得矮 我的边界变得模糊了吗 我的声音能传递到多少 我的舞蹈能表达到多少 我的角色能塑造到多少 我的光芒能持续多久 没有定乱 这世界上有好多没那么确定的事 就像衣服的毛片 是飞机的诡计 猫什么时候会不高兴 也许就像宇宙一样 我的边界 就是没有边界 他们的无缘